我女儿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画画 喜欢历史的小孩 她的画经常猝不及防就穿越一把 让我们觉得脑洞大开 她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天性 我觉得至今被老师还有家庭保护得很好 她有表达自我的权利 真挚的表达比精湛的技巧 在这个年龄段显得更为珍贵吧 她有各种各样的画具 不同的彩色铅笔也是一盒又一盒 攒了六七年的画笔 大家来看一下我是如何收纳的 怎么样 这个卷笔袋还是挺好用的吧 孩子方便携带 找颜色也比较直观 个性化的外表也可以让孩子们来参与设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吧 首先我选了一块好看的花布 打算从上面捡两只美丽的蝴蝶下来 然后把它缝在笔袋的正面做装饰 装饰部分其实比较随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手头现有的材料 可以刺绣 然后也可以像我这样剪下来一些漂亮的图案 然后我们给它缝在正面 这个缝的位置啊 我们大概要放在这个长方形表部右侧的中上的位置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的这个缝法 这个呢是锁边缝 缝出来的针角呢就比较整齐 围着蝴蝶的这个边缘啊缝一圈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效果的 我现在拿到的呢是锂布 我们在锂布的正面 中线稍微靠下一到两厘米的位置画一条直线 两端七厘米的位置我们做一个标记 然后我们用珠针固定 然后让这条松紧袋从七厘米的位置开始 每隔两厘米做一个记号 画多少个两厘米呢取决于你想放多少只笔 每一个两厘米呢就是放一只笔的距离 然后呢在记号点上垂直呢画一条直线 好接下来我们画的是里布 从标记点就是七厘米那个点开始 每隔一厘米做一个标记 好了接下来要注意了 我们要将松紧袋两端 也就是两厘米左右的两根直线 对应里布的一厘米左右两端的直线 也就是说布是平的 但是松紧袋呢是有一定弧度可以放笔的 好这个呢就是里布的正面 接下来我们把表布的正面跟里布的正面相对 缝和左上右三条边 然后在缝右边那条边的时候 我们记得把绳子一起缝进去 都缝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下面那条没有缝合的长边 把这个笔袋给翻过来了 大家是否发现了笔袋的表布比笔袋的里布要稍微的宽一些 我们把宽的那部分向上折 然后盖过里布 两边呢固定 中间呢也需要找两个点 然后做垂直的线跟里布固定 都固定好之后这个笔袋就完成了 其实不难就是缝松你那条的时候需要一些耐心 如果您家也有同款爱画画的小孩 不妨动手做一个吧 感谢您的收看 记得加关注哦 下期见